自小客车车头全毁 驾驶被救出时紧闭双眼 伤势严重 另一步车上六人四大两小 伤得也不轻 小女同被抱上救护车时 不断哭喊着妈妈 这一幕令人揪心 妈妈自己也受伤 努力伸出手摸摸孩子 车祸意外就发生在清晨五点多 国道三号后龙路段 造势的大货车失控自撞 反复在内侧车道 后方两胎自小客 为了闪避掉落物二度追撞 闪东西嘛 然后闪 然后撞到那个外侧 我再用转的撞到里面 大货车驾驶自己也受了伤 车祸一共造成八人送医 七人受伤 警方调查三车驾驶 九侧值为零 疑似大货车操作不当自撞 造成三车连环撞 后方接系两部自小客车 为闪避车道上 车体掉落物自撞机 外侧户人造势 后方驾驶为了闪避车祸 掉落物二度追撞 其中一名价值重伤 另外一车四大两小也受了伤 大货车自撞尿祸 现场如碰碰车连环撞 但详细的事故原因要再调查 记者敬为众吴彭欣 苗栗报导 海黄鲍鱼干贝 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 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窩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